新協議 政府和兩間電力公司簽訂新協議 被指繼續縱容兩電 不開放電網 准許回報率百分之百 究竟是否益兩電 今集政反論壇 找來立法會議員陳克勤 以及環保團體350香港聯絡主任 古惠木 一齊和大家談談 兩位 新協議的准許回報率由百分之九 九點九九 到百分之百 又不開放電網 年期十五年 總括來說 一句說 政府有沒有幫市民爭取最大的利益 我六個字形容政府 太傻、太天真 太傻是甚麼呢 你將那個 談那個年期 由十五年說到十年 那你就太傻了 將自己的籌碼斷送給人 太天真是因為他相信電費可以降五個百分之百 但是你想想 遲些東西要用天然氣 然後又要換那些發電機組 一架是四十億的 那怎有可能減到電價呢 可能短期有粒糖給他吃一下 但是將來便會輸肩床 嘩 我反過來有一點點不同的看法 我會覺得 我從來都不會太大期望 對於政府的談判 即是說六至八個百分之百 明眼人都知道一定是八的了 即是一開始出來 之前說 對上一次更改合約 就說希望不再是雙位數的利益 結果就九點九九 所以我從來都不會期望政府太多 另外你說十五年年期 我又會覺得這個 不知道是這麼巧 還是什麼 即是十五年年期 雖然大家市民覺得 嘩 要一拖拖就合約 但是其實十五年 在另外一個 如果我們說要開放電網的話 這個時間的期限是比較理想 因為如果你說十年再談一次合約 其實是沒有可能談到開放電網 因為就是政府現在其實已經說了 這一兩年會做一個技術研究報告 同外地聯網 做一個研究報告 大家都明白了 做一兩年兩三年就起碼 然後另外還有就是做聯網的話 說八至十年的規劃 這個是技術上的要求 換句話 如果我們在十年內又談協議 聯網是一定趕不及的 所以我們要想 如果真的想有少少機會開放電網 可能十五年是一個比較適合的時間 我想阿牧在這方面是比較熟 但是大家要明白 其實我們談這個協議 談這個聯網 不是今天才開始談的 而是早三五年前已經開始有這個議題 有這個說法 所以如果你是把那個年期 移到那麼長的話 其實現在都是十加五這樣的模式 你一開始就由十年駕到十五年 其實對於整個討價還價空間 其實是小了 所以我覺得未必是有幫助 不過我同意阿牧說 那個電網是要開放 特別在現在這個利潤管制協議之下 除了市民關心那個價格之外 其實可再生能源 如果你只是靠香港去做 是沒有成本效益的 一定是要跟內地聯網才做到 這個我們稍後可以再說一下 可以再說一下 電網那裡究竟對未來的 有多重要呢 我想有了一個競爭 肯定電費調整的空間才會大 我們一直在說 香港的電力市場 基本上是由兩間電力公司去隆斷 如果有第三間 如果你要它在香港 再做多一個新的電網出來 成本又太貴 起機組等等 不可能的 我們可能和鄰近的地方 大家互相供電的協議 事實上現在都正在做 譬如大雅灣電廠 其實已經是一個好的例子 不過日後我們再輸入一些電能的時候 是不是再用核電呢 還是我們可以用多些可再生能源 水電、風電那些東西 其實都可以談的 而事實上 萬事俱備 只欠東風 只欠政策 以及只欠一些硬件的基建 如果這次還未開放電網 繼續研究 市民很灰 我覺得市民不要那麼灰 雖然還未全開放電網 還未有三間大公司進入香港 但今次協議裡 至少半開放好 開放三成好 或者開放十個百分比 是做了少許的事情 那些事情是甚麼呢 正正是在說 那個作新能源 作新能源上 今次有說一個新的政策 寫在利潤管制協議裡 叫做上網電價 上網電價 我心想香港沒有人知道是甚麼 沒有人聽過是甚麼 上網電價是甚麼呢 其實就是容許每一個香港市民 或者香港公司去投資在新能源上面 然後規定電力公司 要付錢買回你的電力 過去來說 譬如說 香港九龍灣的那個零碳天地 是發出電量電網的 但過去只能當做善事 捐電給中電 當然很奇怪 整個概念 捐電給中電 但未來 就規定了 現在在利潤管制協議裡 寫了規定了 一定要付錢 這些項目 換句話 就變成了半開放 即是至少在本地的 作為新能源市場 每個人都可以投資 每個人都可以賺錢 也算是有少少利益 在裡面 木在這方面很熟 我同意政府在這方面 其實讓自己一些私人發電 譬如說我們在天台 製造一些太陽能板的電 是可以直接賣回電力公司 而且聽說價錢都挺好的 好像現在用一個市價賣回 以往就是用一個低成本的價格 賣給電力公司 或者好像木說 送給他 他都不要你 但我覺得 推動可在生能源 其實應該要兩條腿走路 現在這個可以上網電解的做法 其實內地做了很久 內地有一個叫做金太陽的計劃 即是政府資助你 在家裡的天台製造一些太陽能彈 然後發電上網 亦都可以賣回電力公司 可以自己用 但香港現在才來做一個 相類似的金太陽計劃 是很慢的 而且你要靠社區自己去做 是很困難 有多少人家裡有個天台 可能是村屋那些才有 但政府在可在生能源方面 其實它要走多一步 逼電力公司他們要做多些才行 大家都記得現在兩電是在做風力發電 研究了差不多十年 都是只有零 做還是不做呢 那兩個風車都還在做試驗 到底電力公司是否應該在利潤管制協議之下 推動它做多些海在生能源 這個是重要 即是除了社區 電力公司自己都要做 不能夠說社區做就算了 成本效益其實就不是很大 這個的確有點捉到腦 這次的利潤管制協議中 就是因為上網電價 在你新的利潤管制協議中 都只是給一些小規模的措施 大概小於一兆瓦 一兆瓦其實也不小 對生意來說 可能一年的收入是過百萬的收入 一兆瓦在賣電裡應該要收回 所以叫了一些小的相機給市場 另外你說大的 例如說封場 那為何捉到腦斷不了 就是封場都可以用上網電壓的形式 或者是公開照片 兩間公司拖延那麼久 不肯做 會不會讓其他公司做 內地有公司做 外國有公司做 所以這件事 的確是有少少利益給市民 但你說最大的當然不是 兩位都很清楚 但問題是現在一般小市民 黑勤也說得很好 就是一般小市民 不會有方法可以做到 賣回電給中電那些 所以對於他們來說 最切身的就是電價問題 所以反過來我想問一下 剛才黑勤 如果准許回報率 即是只落到百分之百 你覺得政府沒有盡力嗎 從數字上 你說它都已經用了很大的努力去做 但實際上 我們要看看日後 即是我們要求空氣質素好些 不要燒那麼多煤 燒那麼多 燒多些天然氣 大家要看到 其實天然氣的價格 和煤的價格是相差幾倍的 這是第一個 肯定日後的燃料費貴了 成本就貴 電價便貴 第二件事 我們如果燒多些天然氣 就是換多些燒天然氣的發電機 那些機器 講燈好像有一架 好像是接下來要換的 就是一架是四十億 它不只是換一架 它是換兩間電力公司 可能換幾架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天文數字 打回到成本裏 那個電價可能是短減長價 這個可以說是必然的 短減長價 但最重要的 反而我也有點擔心 短是否能減到的 因為其實那個所謂 政府說的5%的減幅 真的數字上是這樣計 但它有一個很重要的注目 就是一切因素不變 但黑勤都很明白 每年看兩間電力公司的投資 就變得七彩 所以你說是否真的去到5% 其實市民不要太過樂觀 可能真的說新協議 生下第一年 就是2019年 會有減價 接著可能一年之後 就已經加回 正點就是黑勤剛才所說的 天然氣機組 我們現在香港有8台燃煤機組 未來15年要淘汰 那到底我們建了多少台 天然氣機組去彌補它呢 這裡說一台天然機組 剛才黑勤說的40億 已經是小的天然氣機組 是40億 是的 中電那邊 港燈就是40億 中電那邊是60億 然後還未計算 海上液化天然氣接收站 現在兩間電力公司 在一起計劃去建 就是那個可能是過8億的投資 這裡我們說 省5%其實只是一年省了20億 但你也計算到了 剛才天然氣機 還有3、40億 5、60億 接著那個液化天然氣接收站 還有100億 所以可以預期 市民應該合理地去想回 這件事就是 未來天然氣的成本 一定會反映到裡面 電費一定會加 那作為小市民的話 其實無論政府的新協議是怎樣 怎樣也好 其實電價也不可能 其實可以做多步 因為現在政府在新協議之下 他看到一件事 譬如我們電費中 其中有一個叫做燃料費 燃料費的價格 以往是一段比較長的時間 才再去調整 事實就是 兩間電力公司在燃料費的價格 每年都猜錯 基本上是每年都收多了我們的錢 這次的協議 所以他們都令到燃料價格 每一年做一個檢討 看起來好像是好些 但是其實最理想的價格 就是要為燃料費的上限 設一個上限 封頂 對 變成在市民來說 就有數得計 亦都是比較有保障 就不會說 那個燃料費價格大上大落 就令到電費大上大落 這個就比較合適 封頂就很難做了 我猜兩間電力公司 怎會幫你負責你 但如果黑勤去談 可能會有新的 可能會贏電力公司 另外對小市民來說 可以做的事就是 真的想想 我們有八組機組要淘汰 怎樣可以不起足八組 如果我們將來 起少天然機組 確實便便便宜了電費 而這件事 就是大家都可以做到少少事 因為做的方法真的很簡單 先講個例子 例子就是過去五年 中電做了少少事驗計劃 跟大型商場 就是因為香港用電最多 就是最熱那天 簡單來說 這些是天文台預測到的 他們做了一個計劃 就是不如你早點開大一點的冷氣 讓商場冷了 然後到真的最熱的時候 你就不用開冷氣 不用開冷氣 對用電來說就變小了 原來發現這件事真的有效 這個就是所謂用電封值的優惠計劃 在新的理論管制協議裡 所以這件事其實是一個鼓勵措施 新加入理論管制協議裡 就是希望市民用電的習慣 或者一些商戶用電的習慣 改變去避免起這麼多天然氣機組 因為其實很簡單 一個大的天然氣機組 和一個小的天然氣機組 黑群人師也說了相差二三十億 我們到底未來要起大還是小 這件事是市民有得選擇 而新的理論管制協議也寫了下去 所以這裏其實是 都叫少少幫倒手 即是市民自救的 即是市民自己用少些電的話 兩間電力公司就可以更多 市民甚至罵我的 所以說要如何用少些電 真的沒有可能 但不是說用少些電 絕對的 就是說用電習慣改變少許 在操作上 電力公司 或者在我們輸入電力的時候 讓阿牧又罵我 實際一點 例如我們現在在大亞灣輸入的核電 其實在夏天高峰期已經是100% 但拉雲的平均值 可能現在大亞灣輸入來香港 可能是七成半到八成左右 如果日後我們想電費相對穩定一些 是否可以考慮 整個大亞灣以後的核電 全部都供應回來香港 給我們香港市民用 因為核電的價格成本 一定是比天然氣或煤低一些 所以相對地可以把電費的價格拉低 不過我知道很多環保的朋友 會考慮到安全的問題 政治道德上的問題 這就是社會大家要去談及考慮 但事實上的問題就是 即使我們不用核電 那個核電廠已經放在這裏 問題就在這裏 到底我們是否可以善用 那個核能發電在香港方面 雖然我是環保朋友 但我便不用環保道德去解決這個問題 我會簡單地看 為何現在基本上不能再調高比例 就是因為剛才客人說了 夏天的時候已經幾乎100%送來香港 但是冬天的時候 為何不100%送來香港 原因很重要 就是內地缺電 它用很多 什麼時候有霧霧呢 內地 就是冬天 如果我們再拿大雅灣100% 它便會再燒多些煤 到時霧霧 可能會直接影響香港 我漁長一點 那大雅灣不是核電廠嗎 它們都要燒煤 其他地方 其他地方 即是如果現在大雅灣 為何冬天要預留比較多電 給廣東省 就是因為冬天的時候 它們的用電高峰很大 所以它們冬天的時候 不會選擇100%供應給香港 不過其實我們看到 陽光那裏 已經有另外一個核電廠在建 那個當然不是供給我們香港用 那個是否可以配給其他地方 而讓大雅灣都能夠多些電給香港 這個面對著內地都是缺水缺電的問題 他們都要有一個平衡在 但是我們覺得 除了我們自己用多些天然氣之外 其實我們怎樣能有多些再生能源 或者是一些低成本的核能 在香港使用呢 其實這個都是穩定電價的方向 這裡我給大家多一點資料 我雖然是一個環保團體 但是我很少在講太多環保東西 講價格的東西比較多 比較實際 正正是的 我想很多立法會議員 包括其他黑黨派的立法會議員 都一直以為就算新起的核電廠 都會比其他的便宜 但是原來新起的核電廠 很多時候已經是 跟資源氣差不多的水平 因為它要多些安全措施 這樣自然會貴了 所以環境局都講過多次 上立法會解釋過很多次 就是說 新起的核電廠在內地買 不會特別便宜 新的新協議 要保障到市民的利益 今集好多謝兩位嘉賓 下集再見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